皇后,你长得好美 老娘,休点无言 那就要问你了 是你阿姆好看 还是皇后好看啊 皇后好看 下车了 程家女眷不必下车 圣上特地有吩咐 女眷们腿脚慢 走到宣明殿不知要何时 可坐马车抵制宣明殿 这样更好 坐马车 直抵 陈 陈傅 这 陈女 见过陛下 皇后 陛下千秋万岁 皇后 起居无恙 免礼 此座 谢陛下 谢陛下 你瞧什么呢 你瞧什么呢 这灯可真大 我从未见到盖得如此精致的房子 第一次见 很难不喜欢 坐下 陛下 陛下宣召陈与家眷 陈与家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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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胜荣幸 陈与家眷 不胜荣幸 陈与家眷不胜荣幸 陈与家眷不必多礼啊 陈与家眷不必多礼啊 之前你委屈求权 你娄家退去了清室 朕 还不曾嘉奖于你 和你的全家呢 何将军 满门中烈 为国敬忠 陈全家对其伪德 感佩至极 自要满足 何将军临终之言 不曾为其求全 过千了 陈爱卿 这奖啊 终究 还是要奖的 那个 是爱卿之女吧 是 是 过来一些 让朕和皇后 好好的看看你 让你坐近一些 离得那么远 如何说话呀 你不要动 放开 放开 请不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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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家娘子 你归名是 我 陈女叫陈绍商 取义琴弦 绍商贤 少商倒是个好名字 今年齿铃几何 我已经过了急急好几个月了 愿问你 你与娄世子退亲 你这心中可有难受啊 回禀陛下 难受自是难受 不过我家不曾想毁约 只是知道此事不得不为 此话怎讲 小女子在书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储狗 数月前 我在家书上任的华县 看到冰霍后民众的彩像 所以小女就想 正是因为天地无情 冷漠看待世间 所以我们深爱为人 更应该仁义为怀 互助互敏才是 若只是为了自己的得意 而不顾他人气息 此乃情寿所为 你可知这句是哪位圣仙说的 孔曰成人 孟曰取义 孔子觉得人性本恶 所以天地不仁这话 定不是他们说的 嗯 法家奖利弊 墨家要奸爱 引迁者 只顾着人间历来历去 又不管这世间人不仁义 后者 则是觉得世间太仁义 既是如此仁义 人们更应该真爱彼此 所以此话也应该不是他们所说的 最后一个就是 道家老庄 嗯 所以此话 定是老子所说 为何不是庄子 因为阿母让我看的庄子书卷 我不曾看过 不知道里面写了什么 你倒是猜对了 但这意思却不对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雏狗 不是把万物当成诸狗 冷漠无情之意 而是说 天地对待万事万物 都是一样的 一切顺其自然 这句话 原来是这个意思 是啊 陈岸清 厉害啊 你啊 教女有方啊 不敢 不敢 都是内子叫她好 陛下 因常年在外征战 十余年未曾归家 妾于将军 教女无方 还望陛下不要见笑 少商 你父母为了国事 耽误了你的学业 与见你甚是聪慧 陈将军和陈夫人 只需略华心思 定能把你教好 多谢皇后夸赞 皇后你长得好美啊 老娘 休掉屋檐 早就问你了 那我就要问你了 是你 阿姆好看 还是皇后好看啊 还是皇后好看啊 皇后好看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